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惯用语的部分 这一期准备了四个也是简单的实用的 一些新的惯用语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妈的频道的话 还没有来到订阅哦 而且他在旁边的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子呢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惯用语 たていたにみず たていたにみず 那这边呢它是 这个いた就是木板的意思 它就是说在站着的木板的水这样子 然后たていたにみず 是在说一些我们讲说话的时候的一个态度 就是相信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如果和同事或者是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说到一些你可能不太感兴趣 或者是对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话题呢 你不太会说话或者是只有两三句这样子 但是呢只要谈到你擅长的领域 或者是你非常熟悉的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就会有很多话说那种滔滔不绝的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那一个状况呢我们叫做たていたにみず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部分大家就明白了 彼はたていたにみずの口調で 相手の話の矛盾点を次々に指摘し始めた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有1 2 3 4 就是很仔细的在说 可能是他熟悉的范围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用这样子的一个口气语调 彼はたていたにみずの口調で 然后呢 相手の話の矛盾点 这边的矛盾就是读矛盾 它跟这个中文的方语是完全没有关系 矛盾点就是可能对这个方案 次次你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呢 してき してき就是指出来 就是我说 我觉得你第一个方案是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有矛盾点在哪里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这样子 就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一个一个在说套套不绝的 那一个呢就叫做たていたにみず 所以他就说し始めた まずけじゃ始める 就是开始怎么样 你报告完毕了 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指出来你的矛盾点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用法了 彼はたていたにみずの口調で 相手の話の矛盾点を 次々にしてきし始めた 那这边的始める 是自己开始的话 如果是我们讲这个 比赛开始了大会开始 那个是到点 才会开始的一个状况 是自动词的话 那个叫做始まる 始まる 所以始める 是自己开始的 大家要分清楚 这动词跟他动词的这个差别 因为影响会很大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组就是 たなにあげる たなにあげる 那たなにあげる 它这个是属于比较消极的态度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 形容负面的 这个状况 たなにあげる 就指如果自己犯错的时候 如果别人觉得 你这个错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却当没有一回事 或者是你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或者是不值得去反省的 没有去关注的这样子 来看一下例子部分 彼は自分のミスはたなにあげて 人のミスはどんなにささいなものでも許さない 彼は自分のミスはたなにあげて 人のミスはどんなにささいなものでも許さない 彼は自分のミスは 就是自己的错误呢 抱着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たなにあげて 完全我不觉得自己错有多么严重 不反省的 不去检讨的这样子 当做没有一回事 但是呢 人のミスは 就是别人的错误的话 どんなにささい 这边的しえし ささい 就是指索碎的 非常细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大家觉得这个错误 其实不怎么样嘛 很小而已啊 就算是错了也不影响结果的 但是他却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别人的错误 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 所以后面他加这个でも的这个文法 就是ささいなものでも 不管是多么所遂事情呢 許さない 不原谅 都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所以呢 这个是用在做错事情不反省 你就可以用这个冠用语 たなにあげる たなにあげる 彼は自分のミスはたなにあげて 人のミスはどんなにささいなものでも 許さない 他明白了嗎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 惯用语就是 めにあま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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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呢 就是看不下去的 这个呢 很常就是对于 我们不是说残忍 是说一些 你看不下去 看不过眼的行为 尤其是对方做了一个 你觉得不礼貌的 不到的事情 你看不下去的 那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めにあまる 我们来看一下 例子的部分 ポイ捨てたばこをする人たちは めにあまる ポイ捨てたばこをする人たちは めにあまる 那这边呢 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ポイ捨て ポイ捨て 其实就是乱人垃圾的 这种行为 也叫ポイ捨て 那这边 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抽烟之后 把这个 烟地 也是叫烟地嘛 那只烟 就是乱丢垃圾 乱丢在路边 火也没有熄灭的那种 你就可以在后面加 たばこ 所以 ポイ捨てたばこをする人たち 就是 乱丢烟 抽了 抽到一半 就丢在地方 抽烟抽到一半 就丢在地上的 这些人呢 めにあまる 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是完全 没有道德的事情 不礼貌的事情 而且呢 可能会引起 悲剧的事情 这样子 就看不下去 所以你就可以用 什么事情呢 让你觉得看不下眼 你就可以用这个 めにあまる 非常的简单 好 ポイ捨てたばこをする人たちは めにあまる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 最后一组 慣用语 是非常的简单 叫做 首を長く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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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を長く 首就是脖子 長くする 把它变长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伸长脖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 期待一件事情到来 或者是 盼着那一个日子 尤其是 你非常期待某个日子 然后等着它到来 那你就是要等很久嘛 然后带着那种期待 盼望着的那种心情 那个就叫做 首を長くする 大家明白吧 它是形容这种 开心期待的心情的 我们来看一下 例子部分 お父さんのお土産話を聞くのが楽しみで 首を長くして待っていたのだ 我们再看一下 お父さんのお土産話を聞くのが楽しみで 首を長くして待っていたのだ 那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一个お土産 它是和伴手里 不太有直接的关系 它就是说 爸爸的什么 お父さんのお土産話 在旅行 或者是你去的一些 冒险的地方 有的一些经验 还有故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或者是当着故事 说给其他人的 那一个叫做 お土産話 お父さんのお土産話 聞くのが 就是 想要听嘛 因为要听 爸爸说的这些 经验分享 所以呢 楽しみで 就是非常的期待 每一个星期都要说 每一个星期都想要听 非常期待 所以刚刚所说的 盼望一件事情的到来 或者是你希望 某一件事情 可以等很久了 终于到来 你就可以用这个 首を長くして 然后待っていたのだ 就是一直在等着 一直在等着 首を長くして 待っていたのだ 等着什么呢 和爸爸分享 他的这个 冒险 旅行的一些 经验 这样子的一个 说法啦 所以呢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一期是 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 等到脖子都长了 这样子 首を長くする お父さんのお土産 を聞くのが 楽しみで 首を長くして 待っていたのだ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四组的惯用语 那希望这一期视频呢 可以给予大家 学到一些 正规的课本以外的 好用实用的 日本常用的 这个惯用语呢 来丰富自己的 这个对话的用词之外呢 每一天都可以 透过短短的视频呢 增加一点点的 这个日文知识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已经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别忘记给我一个大大赞 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 我的频道 我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第一个时间 首要頭髮追行动态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疲れ様でした バイバイ 麻烦 trouble 麻烦 トラブルを起こしたが 引起这个麻烦 但是呢 因为这件事情可能 有点严重 所以呢 最后要怎么去收场呢 就是